台股連漲多天之後呢 今天繼續往上衝 只不過會不會出現漲多拉回的狀況呢 那麼投資人還可以繼續往上追嗎 我們一線台新投過的黃文青協理來告訴大家 協理台股這幾天可以說是漲勢驚人 不管是價還是量都是一路的往上墊高 那麼今天盤中甚至是一度大漲白點 但是後來指數卻突然拉回來 原因是什麼 那麼這一波漲勢可以持續下去嗎 投資人在看到什麼訊號的時候就要小心了呢 是的我想現在先來看今天這個量 這個量大概是我們如果來看 加權指數的量是1508億 它大概是創了2012年2月29號以來的新大量 新巨量 如果再加上貴買的成交量的話 2013億 這個也是創了2012年2月9號的新大量 也就是說在這邊的話 這樣的一個大量而且出現這個短線高漲震盪的一個情況 我想稍微留意一下短線過熱的一個疑慮 當然這裡面必須要留意的就是說 漲多的個股這邊要稍微小心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各位看今天的指數雖然是上漲49點 但是上漲的加速卻是明顯小於下跌加速 也就是說下跌加速是558加 而加權這邊的下跌上漲的加速只有225加 這個超這個很明顯的在告訴我們說 雖然外資這邊買超全值股 讓整個大盤維持在一定的一個水準之上 但是部分的這種中小型的主力股出貨的狀況 確實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從貴買的指數帶量 說中堂會來看的話 這一波漲多的小型股真的要好好留意 會有回檔的一個風險